这四名队员你熟悉吗 这三队的两名队员也是来自国家二队的女单组 她们也是临时搭档在一起去挑战贾一帆和杜岳的组合 贾一帆和杜岳也是换了一种搭配 两个人都不是自己的原配对手 但是都是女双组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还是对她们来说应该会比较轻松 实力差距还是有的 对 其实刘可可和孙子纯还是在宇昌联赛第一次上场 对 两个人都是女双的主项目 但是这次连续召了一起 也就是上场和世界品间的水平去学习 其实对她们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对 大家上场和世界的学习就认识 下一节 郭雨昕 瑞胜 湖南华莱续务 留学圈 抗苏梁 裁判员 杨中生 国家集 八球裁判员 杨鹏 国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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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 先生们 在我右边 青岛人州 杜岳 贾一帆 在我左边 瑞昌 碧圆 刘可可 孙子纯 青岛人州 杜岳发球 刘可可接发球 比赛开始 0 比0 我把这套衣给你 好, Billy 8-9 1-2 8-1 8-1 8-9 3 4 5 13 15 15 13 15 15 20 车他的姿劲 终于身高和优势利用得很好 在往前的封往 对 他们俩临时搭档作为女担任者的女装 来打紧张的话 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打一些如何 跟他们打一些中半场的话 他们站不到什么优势 对对于发地发的这样一些节奏 明显还是有差距 刚才出现了一个判断上的失误 开局比分没有拉得很开 但是明显对于发地发的掌控 不管是发球还是接发球 他们的威胁都很大 7 15 4 4 8 7 看多拍的一个攻击手的回合 比方也慢慢的被拉开了 毕竟刘可可和孙子纯是零食的配对 然后还是可以看出较大的差距的 对 两个人主向也都不是那种双 以前感觉在场上还是打得特别的熟练 配合程度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 但是现在觉得他的身高优势定的很好 这个球通过连续的下压 对 别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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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笔分已经追平了 他们更多的还是一些主动事物 对 9比8 9比9 10比9 10比4 10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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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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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比6 双方的攻守质量都很高 第一局比赛结束 这中贾一凡对月以11比9 第一局比赛战胜了刘可可和孙子春 但是他们刘可可这场其实发挥得很好 对于自己的优势力很充分 孙子春对于自己升高的流势 和刘可可对于自己抽档的优势 其实他们手上的硬实力是跟对方是有差距的 但是他们明显打得更干大 更拼一些 但是在最后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明显 贾一凡他们更老道一些 更有经验一些 希望第二局比赛他们能够发挥得更好一点 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已经给对手制造了不想的压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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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球1比1 方法球2比1 方法球3比1 開局他們打得很好 對於對手的主動失誤 他們打得更耐心 因為知道對手會有一些主動失誤 對 方法球2比3 方法球3比3 8 Pack 2 伸乳 身長3 浮脫 速度2 符 出现了一个判断上的失误 这两个虽然是第一次临时搭配 但是场上发挥的还是比较好 两个人都比较有默契 不像第一次搭配 感觉像是老搭档 他们都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给对手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4比5 两个人越打越释放 接发球的节奏截得很好 两个人越打越释放 两个人越打越释放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面对强的对手的时候 更要放松心态 对 两个人打得比较释放 冲击也很好 这一排几次 两个人越打 感觉他想象的刺头越新 但是队和贾亦凡的发接发合 他们的一些套路还是要比他们要运动得多 两个人 对面两个人更多的是靠自己的一些单打上的手上的实力 一些接发球的变化和一些攻守来调分 二加一帆他们是靠发接发和一些中半场的连贯来调分 其实各的有各的优势 就是没有把握好 因为上分的势头 其实这个球 逊几拳打得很好 对于中半场它的面积很大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轮转 对 所以下一拍的保护不够好 在进攻完之后 在一番他们的防守实力很强 然后找到反击的机会 他们俩就在攻防转换上做的不够好 就是一个发就发的节奏 现在笔分已经追平了 现在笔分也是在后拳 现在开始发力 其实笔分他的都不是特别的大 刘可可孙子纯还是有机会的 两局都是开局取得领先 但是在后面 贾一般他们每次都是在后半辰 他会自己的一些经验 一些球路 孙子纯在后辰的时候 他自己的球比较开 但是两个人明显 没有对于下一拍的连关 所以孙子纯在进攻完之后 很少往前 无论能抓住分网的机会 11比8 局数 2比0 如果孙子纯攻不处支撑组的话 只要一转换到防守 他们的漏洞就出来了 对 吃什么 其实相对于刘可可孙子纯这样第一次配对他们的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了 给对手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对因为两个人对利用自己的优势都比较熟悉 孙子纯整个后场的范围面积拿得很多拿得很滚 而且进攻非常有危险 还有身高 明显刘可可就是对于自己的抽档 因为他的身材比较矮小在整个中间半场比较快 但是两个人还是有明显的漏洞 就是在进攻中对于下一派的把握 两个人虽然攻得很凶 但是没有什么支撑球 采凡杜岳只要找到 只要方队宫一摆脱他们下一派的转换 就会得分 第三局比赛开始 0 第0 也像这种中间半场的球 明显两双方的差距就看出来了 但是在攻守方面 女单运动员和女双运动员 其实差距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对 这个就是 陆岳在往前就会拿到一些这种蜂网的机会 而对面的话 就是没有这样的进攻机会 但是德国可对于蜂网的照顾就没有那么快 人续的下压风啊 还是找到了孙子春的漏洞 因为他的身高高 对于这种抽挡球 他很难去在下手摆脱 而刘可可的身高比较 比较适合蹲抽 如果他们一直重复压刘可可的中路的话 就是没有太大的效果 所以他们就把目标移向了孙子春 对 两个人找到很快 他们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场上一下 就会发现出对方的问题 所以讲一把开始 重复的这种收掉孙子春来调到他的重心 因为身高高的球员 他的重心移动就会比较慢 因为在防守中人会比较高 所以通过收掉会更有威胁 所以经验丰富的选手就更能找到 更快的找到对方的漏洞 第三局的比分就拉得比较开了 开局就拉得比较的开 不像第一二局最开始都是刘可可孙子纯林先一 又是通过收掉调动孙子纯林的重心 而且这一局明显 白帆和杜月开始加速了 前面两局还是感觉 人并不是特别的集中 就是没有使出权力对方 因为毕竟实际上还是有差距的 这一局比赛也是非常的关键 6比0 这样的比分刘可可他们应该去缓一缓 暂停下自己的节奏 因为没有找到得分的办法 对 开局就6比0 又是一个主动失误 8比0 现在已经找不出功课加一班和杜月的办法 他们的优势和劣势已经被这手明显全部看穿 这边的打法主要就是一号宣布战斗 现在比分拉得非常的大 这边可以看到 但刘可可在后场的时候明显惊恐的威胁就会很大 宇双绝对的防守实力 当孙女生流汗到军中的时候 所以和杜月凡的防守就明显有了一些压力 因为他的身高 他踏出的一些球都是比较深 落点比较快 3比9 4比6 对 他们现在开始是很短暂 created 就是在往孙子纯方向 防守的时候往孙子纯里抬 不让他轮转到后场 这个球又是一个很有质量的 攻守回合 但是在刘可可在后场的时候 明显还是感觉 没有给对方太多的压力 但是孙子纯只要轮转到后场 他们的防守就会 明显的要更集中一些 但是比分拉得很开 两个人也没有太多的压力 现在的比分是4比10 差距是非常的大的 对 能拿到赛点 现在有6个赛点 所以说杜月和贾亦凡的压力也不大 对而且两个人的水平明显很高 而且两个都是世界中间的选手 虽然不是原配搭档 但是明显看他们的转实力 还是看对方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刘可可和孙女军已经发挥得很好 尤其是孙女军 对 她在自己后排阶段的时候 明显把自己的优势全都发挥去了 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 最终青岛仁州以5比0战胜了瑞昌碧圆 请问对今天的比赛有什么看法 瑞昌队主要还是都是派出一些小队员 来向这些大队员和世界底辰选手来学习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比赛中去跟这些大队员学习 作为年轻运动员 明显最后一场刘可可和孙女军 他们发挥得很好 把自己的特点都已经发挥出来 然后也给顶尖的选手制造了很多压力 这样就是自己在比赛中才能取得一些进步 把自己的特点都打出来以后 也让教练和观众们都看到自己这些 好 好